民主派全民颠覆国家政权案 定罪被告继续分批求情 法庭第二日处理参加九龙东初选 六个定罪被告的求情 上星期五黄之锋、谭文豪和李家达完成求情 今日到认罪的谭德志、胡志伟 以及经审判罪成的斯德来 有家属和公众到场旁听 现场有警察戒备 案件合共有47人被控 31人认罪 14人经审讯之后裁定罪成